眼睛 你還有賣 沒有啦 我跟他說 我現在戳到 所以在包廂裡面 應該是說 不能訪客的嗎 通常是會送 歐斯莫里進來 就是這樣而已 你給他一千塊 小費的 他就說 你要再進來 他就不會進來 第5個月 早安 早安 高雄 常鶴香格頂道 現在早安 早安 走 快點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h no 你哪裡哪裡 你叫我來耶 什麼到老公去酒店 你怎麼會跟來 這是高雄 所以我以前要改對 你放心 你不會高雄 我們不能多啊 我跟你講 跟完這次以後 你就準你老公去酒店了 啊 那來看看他們在幹什麼 你看 超愛嫂 來 你印象中的酒店是什麼 開搭動 是在你們故意的 我們印象中 酒店就是坐檯嘛 啊這是十幾個地方而已 我要跟你說 今天這間 高雄厲害的 一定讓你大開眼睛 走 為了以防 你們兩個待你的完結 我就對了 你坐旁邊 旁邊不是都會有人來服務嗎 不會 各位 坐好 今天找他來就是要扭證 說我們這個 對酒店的不對的印象 說是酒店好的地方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 酒店人生的企劃 事隔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我們這個酒店人生 終於再次重啟了 自古以來 這個酒店就是飯店 酒店為什麼會讓人家流連忘煩 那是因為酒店裡面的菜色 總是讓人家覺得驚奇 好酒好菜上滿桌 親朋好友喜相逢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今朝有酒 有牛陪 有牛 牛不是重點 當然是為了菜而來 我們可不可以坐開一點 今天沒有安排這種東西 我今天就是要破除你 對酒店的這個拒絕感 以及這個距離感 來 我們直接先上菜 來 人家說金錢爆有 三寶 然後我們高雄香格里 大家呢 有五寶 來一一跟你們介紹 第一寶 蔥牛餅 然後是三星蔥做出來的 你看不出來它是蔥牛餅對不對 看不出來 第二寶 每一間酒店一定都會有人炸雞吃 第三寶 黃金炸餛飩 秋拉小 吃每間酒店幾乎都有 都有 好 很熟 很熟 你怎麼知道很熟 看起來就弄得炸得很熟 好 來 第四寶 德國豬酒 第五寶 牛肉 半包湯 來 我們的紅酒上了 這杯酒喔 有一點點貴啊 這個是你好朋友 你的酒 你看要不要問一下 我好朋友的酒 對 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叫內子 內子成天子 欸 好朋友 天智啊 你的酒是什麼酒啊 我已經在相隔離他了 然後裡面放到 放了一瓶你的酒 好 先開去喝 快開了 就直接開去喝 他都這麼說了 那你還不開嗎 好 拜拜 我跟朋友他喝的酒不會太差 他當年在打電競選手 得到冠軍的時候 就是喝了這瓶酒 而喝到電競冠軍這樣 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得到冠軍 沒有 你又不能到紅酒 換個人嗎 對 哥哥 你現在洗了 你賺幾年喔 你怎麼像葡萄汁喔 走一個 走一個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這很適合你吃 欸 這超好喝 來 我們直接開吃啦 有沒有 這炒飯 一吃下去 好吃 嗯 它不會很油膩 而且味道都有炒進去 沒有好處 來 我們再來這個 蔥油餅 蔥油餅做成這樣子 你看看 裡面是宜蘭的三星蔥 快炸出來了 有沒有 咬第一口下去 沒什麼味道 可是它味道是慢慢散在你嘴巴裡面的 外出內腕 嗯 這個如果熱熱的吃 我跟你講 它一定會你慢慢吃 這樣 慢慢感受到為什麼男人喜歡來酒店 談生意 交朋友 都在酒店裡面 交什麼朋友 就是 你跟我不熟 可是我們都想要比酒店吃 肯定就是邊吃 兄弟啊 吃啊喝啊 我跟你講 廚師見面 廚師見面 對對對 繼續看下去 我跟你講這次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像是我們在金錢包的時候 後面一大堆大哥看著我們 那個壓力超大的 那是怎樣的狀況你知道嗎 因為金錢包它的位置不好 它位置是整個平面的 然後整排 然後就我們幾個 我們那時候 三個雞翅可以吧 那有麵 十幾個 哈哈哈哈 這根本就很好笑 對對對 來 香格里拉 第二包 一個雞翅好不好吃 就看它有沒有入味 那油香味就是那種 夜市在賣豆腐雞的味道 這酒喝多了 吃這個馬上就行了 然後繼續再喝 會開胃 吃一口下去 又可以繼續跟你旁邊在聊 就跟我旁邊在聊 就跟我旁邊在聊 對啦 超會夾 只要跟超會夾 去酒店吃飯 就是我跟他 偶爾多一些朋友 男性的 你看包廂 一關起來吃 蠻隱密的 對 很隱密啊 就是在裡面聊天啊 那明哥這包廂 還在門關起來 沒人知道 所以在包廂裡面 應該是說 不能訪客的嗎 通常是會送 歐斯莫里的進來啊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你給他一千塊 小費的這湯 他都會 要再進來 他就不會進來 來 第三道 這邊也有豆腐雞 它非常入味喔 是不錯 但還是炒得很好吃 麻香松阪豬 來 吃一下 平常是這樣子的好吃 通稀放了 然後就知道 你等一下 跟人家聊個天 喝個酒 然後轉過來 通稀又有了 又可以吃了 大概是這樣子喔 所以就是桌邊服務的概念 誰放你用的 我不知道 只有今天沒有欸 對 他在講你為什麼會帶他來啊 來 香榨 黃金 餛飩 我只能說調味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酒店真的就是來吃飯 哪怕今天外面 住了一些什麼 女性的服務生 在幫你倒酒 幫你飯菜 我們的重點 還是在飯菜上面 就算真的有不認識女孩子 坐在你旁邊 你也不會想理他啊 我等一下好像有事情 可以理他十分鐘再回來 你最好是都不要回來 看有沒有找到一點事情 可以等一下 不要拚了 那這樣簡單一點 我們先這樣好了 你們各選一道吃 然後各說出好不好吃 然後各說出好不好吃 直接來 來幹什麼 來超愛嫂你先說 你吃的應該是什麼 蟹腿豆腐包 口感 我覺得他就是 普通就普通 普通 就是在這個巧克力可以吃得到的 豆腐包 我覺得應該是你們兩個 再講得到一個比較重點 我覺得他一個醬不適合我 單製就不做 豬腳的部分 你今天看哪裡 你今天看哪邊 不是你認識的嗎 你也認識的 你沒有啊 你也認識啊 你剛剛怎麼沒有跟人打招呼一下 你們兩個在表情 我在想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個 牛肉蛋 那個蛋包湯 講話開始 牛肉蛋包湯 牛肉蛋包湯 最前面傳播出來的就是臭話 來 下一道蛋 我真的好想吃湯包喔 湯包 就這個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一道料理 是香格里拉第六品嘗料理 可惜湯冷掉了 那我覺得湯 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目前那種狂點頭 就是那個 餛飩的湯包 鹹豬肉 它那個還有這個小草 就是很正常的味道 沒有經驗 我跟你講 就吃起來沒有雞點 這家的頭草裡面的特色 還是有差的 比如說它的那個軟硬 炒的軟硬 還是有差的 就是通常你進來都硬硬的 就是舌頭 我還有一道喔 菜脯蛋 目前覺得哪一道料理對不對 湯包 餛飩 我覺得 這道熱的一定很好吃 這道很厲害 那你知道我們 這整道料理下來 總共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們總共14道料理 13菜一湯 多少錢 依我沒經驗的人來吃 我們現在他們那麼豐富 沒有 我們也是第一次來 我大概預估會在一萬五左右 因為通常我們會覺得說 來酒店吃東西 可能會比外面的多一倍或兩倍 吃裝潢嗎 吃小姐嗎 沒有小姐 吃不到 吃不到 然後喝酒 就是不算酒來說 我就覺得 大概這樣子一點 對我來講 我的平均抓起來 五千兩 你好像老江湖一樣 差不多啦 這個三百喔 黑骨盆幾百 矿那個五百 我們等一下算是知道嗎 那草原 草原 我第一次來 忘了知道 五千五到六千左右 怎麼可能這麼便宜 14道 還有水果盤 水果盤不算錢 不好意思 這個來到這邊 那個 泡香費 對對對 你們都很了解 看不到你去錢貴唱歌 不是也是這樣嗎 來 直接公布答案 總共是四千八 這麼便宜喔 我剛剛是不是拆五千 但是我們沒有算包廂費 對 可是這邊包廂費其實也不貴 這個是VIP的 最好的 是三千八 所以我們賺得差不多啊 七千八 因為我們去外面KTV 唱歌也差不多要 差不多啊 能耗費 算一算也超貴耶 對啊 所以你是會覺得 與其去KTVPool來酒店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 來酒店 因為他可以唱歌 第二 他的環境也比較好 第三 但他的菜色也很優秀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但是 請到牌 等一下 從此以後 你就對這個酒店 完全的改變 好 從此以後 我也替曹曹說 他的老公 我的老公 都可以去酒屋 恭喜你們 請到牌了 好 但是 曹曹跟我的要跟 因為我們也要來吃好料 我還是吃飯了 我聽到重點嗎 好 我先跟他 回辦你 我知道 我了解 好 那以後就可以去吧 眼睛 你的拍手拉 沒有啦 我跟他說 我現在要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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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撒掉 眼睛撒掉 超愛講 超愛講 先生 我跟你講 你們男人在想什麼 我都知道 你們以為 剛剛這樣子 撒掉 是怎樣 就是要同意你們 站住店 好啦 你看你要叫幾個小姐 可以叫進來 同意